假如空间中有一点P 那它到XS轴的距离是5 然后呢 P点在XY平面上的投影点呢 是2-30 求P点的坐标 好 这个呢 其实可以不用画图 但是呢 我还是画一下吧 好 这个点 它到 XY的投影点是2-30 所以2-30 所以它的投影点在这里 所以就是说 P点呢 会在这一条黄色的线上 好 那它到XS轴的距离又等于5 好 那它在这一条黄色的线上 所以我就可以知道 我们P点的坐标 我就可以写它是什么 2-3 K 好 那这个点呢 到XS轴的距离 又是等于5 那它到XS轴的距离 其实也就是到XS轴的投影点 所以我的P点 到XS轴的投影点 其实是多少 你一定要投影到XS轴的话 是不是就只剩下XS轴有 好 所以呢 这个点呢 就是2-0-0 好 那 再来我们看看 还有什么可以用的 P点 到XS轴的距离是5 所以我们只剩这个来算咯 那我们就是算 它到XS轴 对不对 所以 这两个点的距离 2-2 括号平方 加上-3-0 括号平方 加上K-0 括号平方 这个呢 距离就要等于5 那我们算一下吧 这里是0 好 所以9加K平方 等于25 所以K呢 就会等于正负4 好 所以我们的P点呢 就会在2-3 4 或者2-3 负4